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 四 中国企业如何进行创新 从实践看创新 一 作者肖之星 朗读者云淡天高 走别人的路 再和别人竞争是没法竞争的 和别人一模一样的打法 你凭什么打赢 王传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管理首先是行 然后才是知 这些年我一直是秉持这种哲学来学习管理和创新的 所以书斋里的研究之外 我利用各种机会深入一线 尽量与实践者们保持密切联系 这里收入的几个案例 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结果 虽然管理案例这种形式本身的用意是中性的 不代表案例撰写者认同或者不认同的态度 但在现实中 大多数用作案例的企业实践 到现在为止还比较成功的 包括这张中三个案例的主角 比亚迪、潮鸿基和东富龙三家公司的创新实践 东富龙主要是技术研发方面的创新 潮鸿基主要是品牌文化方面的创新 比亚迪的创新则涵盖了业务模式、技术和品牌三个方面的创新 他们为什么能实现这种程度的创新 他们是怎样应对创新过程中的那些困难和挑战的 他们实现下一步的创新的阻碍和瓶颈在哪里 这都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 比亚迪神话 2002年7月31日 比亚迪股份在香港主板上市时 比亚迪及其主要创始人王传福 是以其在短短7年时间内冲破日本人对电池行业的封锁和垄断 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电池生产企业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当时 比亚迪在涅格电池领域全球排名第一 涅氢电池排名第二 锂电池排名第三的地位 为他自己赢得10.95港元的发行价 在香港主板创当年H股发行价最高纪录 融资16亿港元成为当年资本市场上的亮点 现在 比亚迪以更短的时间 五年再度冲上另一个小高峰 这次是在一个和电池几乎完全不相干的领域 轿车制造 2008年9月 比亚迪首次超越奇瑞 成为自主品牌月度销量冠军 主打车型比亚迪F3 在不到20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了10万辆 成为自主品牌中最快突破10万辆的车型 FO则是在上市第一个月就基深万辆俱乐部 2003年1月23日 当王传福宣布以2.54亿港元购买西安泰川汽车77%的股权时 这家在上年度被评为最佳新上市公司 最佳中小型企业上市项目的公司遭到机构投资者的洗仓 股价从18港元急跌至14.45港元 两天内公司市值蒸发近27亿港元 王传福一意孤行 从他所熟悉的电池制造行业突然切入汽车制造行业 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两者之间绝妙的结合点 电动汽车 2008年9月29日 素有股神之称的沃伦巴菲特旗下附属公司 中美能源控股公司宣布 赤资18亿港元入股比亚迪10%股权 巴菲特入股比亚迪的理由 据说是因为比亚迪掌握了革命式的核心技术 一时激起千层了 巴菲特此举一下子搅乱了原本对比亚迪电动汽车 充满了一边导式质疑的市场 此举也同时刺激了香港股票市场 王传福持有25%股份的比亚迪股价暴涨了42% 一向自负不顾外界质疑的王传福也成此机会出席公共场合 接受媒体采访 并重申比亚迪双模汽车预期将于2008年底推出 2009年比亚迪还将推出纯电动汽车E6 但是王传福最为惊世骇俗的目标则是 到2015年比亚迪将在乘用车领域做到中国第一 2025年要做到世界第一 而比亚迪2008年上半年汽车业务营业额仅为38.1亿元 大致是刚刚夺得汽车业老大座位的丰田公司营业额的240分之一 王传福还宣称 随着比亚迪电动车的推出 变速箱行业将被淘汰 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在发动机 四轮驱动等领域的核心技术讲一文不明 因为电动车通过软件控制系统可以轻易实现这一切 如王传福在2008年度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所言 我们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机械表的时间追求准 机械表一旦过渡到电子表谁还追求准呢 大家都很准 电子表的芯片就可以做到非常准确 电动车时代到来以后也会变成以前机械时代的快 到了电动车时代就变成都快 虽然王传福在开始和结束发言时都强调 比亚迪只是汽车制造领域的小学生 他参加论坛只是为了向各位老前辈老大哥们学习 但他通篇的发言却几乎推翻了汽车制造业过去百年来建造的基础 2008年10月7日正式福特发明革命式T型车把汽车推入大众生活的百年纪念日 王传福试图向世人揭示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很明确表示 他认为比亚迪公司是一个象征 表明工业领袖的指挥棒已经从西方传至东方 哪怕这个时候 所有这些令人震惊的言语和彻底创新的路线仍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 就是比亚迪在专利发明上仍然存在不少隐患和疑惑 之前就有媒体质疑 比亚迪宣称的所谓铁电池 其实是磷酸锂铁电池 其专利属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 比亚迪并未获得该大学的授权许可 而比亚迪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专利积累 与此同时 在比亚迪另一大主要业务 手机零部件业务在其2007年12月20日分拆上市前夕 台湾制造业大亨郭台铭对这家后来被叫做比亚迪电子的公司提起诉讼 称其侵犯富士通商业秘密 要求索赔50亿港元 这场比亚迪为富士通的案件 因为不时有新鲜证据爆出 而至今难有定论 但他却为比亚迪和其创始人王传福的争议性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到底王传福和他的比亚迪是把工业领袖的指挥棒 从西方传至东方的建将 还是古神巴菲特只是想要在中国抄底 把本来该投底特律三巨头的资本抽出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来中国小事牛刀 王传福和比亚迪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蛛丝马迹 但答案无人知晓 唯一可以确定的部分是 巴菲特做了一笔风险很小 而且收益并不低的投资 无愧他的古神称号 王传福和比亚迪的创立 1966年2月15日 王传福出生于安徽吴维县 这里距离中国建国后第一个民间富豪 傻瓜瓜子品牌创始人年广久的诞生地仅一将之隔 而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里程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开始于安徽省 当然还有中国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徽商 那些徽商都已由远见 善经营且长袖善武而著称 从这一点上看 王传福是很典型的徽商 虽然一直以来 他都将自己定位为技术型商人 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描述 这位身穿短袖衬衫衫衫衫口袋里装着圆珠笔 戴着眼镜的42岁的企业家 看上去更像中国的比尔盖茨 而不是打扮光鲜的汽车业高管 如卡洛斯·戈恩 或者说 王传福身上可能兼备这两种素质 前者是地理的 先天的 后者是个人的 多少年的专业教育培养出来 王传福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 有五个姐姐 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父亲是一名出色的木匠 一度担任过当地大队书记的职务 王传福是家里的妖子 按照世俗的观点 这可能为其后来敢于叫板行业老前辈 老大哥埋下伏笔 1987年 王传福从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物理化学系毕业后 同年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攻读研究生 1992年 26岁的王传福被破格为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301市副主任的重任 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处长 1993年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内蒙古有关方面合资成立了深圳比格电池有限公司 欲利用包头丰富的稀土资源搞新产品开发 这恰好与王传福研究的领域 二次充电电池密切相关 王传福被派到深圳担任总经理 从科研人员转型为企业家的生涯 从此开始 但是传统国企那种大锅饭式的管理足以折磨任何一位年轻人的理想 王传福无法控制合资公司的日常管理 市场拓展 人力资源 更不用说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 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正是南巡讲话之后最活跃的地方 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第一波淘金热的圣地 无数的机会摆在世人面前 王传福决定从公司辞职 1995年2月 在深圳市布吉镇成立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 王传福在广州做生意的表哥 吕向阳给他投了250万元现金 成为比亚迪的起火粮 吕向阳后来成了比亚迪的第三大股东 虽然2008年9月出版的一部关于比亚迪的专著称 王传福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技术含量最高 利润也最丰厚的电芯生产上 但是比亚迪的起家产品却是 无线电钻、电锯、应急灯、遥控玩具等产品的 涅格工具电池 对全部学术生涯都用于研究电池的王传福来说 涅格电池只是小菜一碟 他做涅格电池的原因是为需要更多投入的充电电池 电芯制造创造一条现金流 或许当初他也并没有预见到 后来比亚迪会做锂电池 并成功地抢占了极大的市场份额 但从真正能赚钱的部分做起 这是他挥伤血统的表象之一 后来开始做汽车 王传福运用了同样的手段 于是自2003年不顾投资者要抛售股票的威胁 收购秦川汽车以来 整整三年时间 他们一直在埋头构思研发 通过依靠电池和手机零部件业务的滚滚利润 来消化汽车业务的持续亏损 直到2006年 汽车业务才开始有了1.16亿元的利润 当时深圳广州都不乏聂格电池制作商 很轻易就可以拉起一条生产线做产品 当时电池生产大国日本刚刚宣布将退出聂格电池制造领域 但这些产品在欧美需求量极大 比亚迪的工具电池性能稳定 价格低廉极为畅销 这些利润是比亚迪最初的基础 正因为这个布局和定位 王船福最开始就意识到 虽然他面对的是全球市场 日本三阳 索尼和松下等主宰当时市场的日本厂商 却不是他真正的竞争对手 他的竞争对手就是和他同城的那些小电池制造厂 这倒并非完全因为比亚迪踩起步 规模还太小 也不是因为比亚迪没有雄心壮志 而是因为那些欧美的遥控玩具 无线电钻厂商的采购是区域性的 当然这些同乡们都擅长模仿 甚至是深圳几百家做电池的 大部分都是从比亚迪出去的 这足以让比亚迪在成名后 始终不敢小觑这些小对手们 但是那些小厂的质量都不稳定 因此我们开始做工艺流程改造 王船福回忆道 王室研发 王船福所谓的工艺流程改造其实不难 究其原理 就是当年老福特革命性的开创了流水线作业 让每个工人负责制造中的某一个环节 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降低了差错率 差别在于 老福特时代 机器人还只是科幻小说里的一个梦幻角色 毫无选择的只能让工人成为流水线的核心组成部分 王船福时代 机器人已经在生产领域广泛利用 因为机器人的准确性也因为工人成本极高 中国的出现无疑是颠覆制造史的 中国大量的便宜劳动力让制造业有机会重新回到老福特时代 以人工制造为主的阶段 这自然让现代工业的制造流程显得过分昂贵和不合时宜 事实上 比亚迪1997年刚刚开始做技术含量更高 工艺更加复杂 当然利润也更高的锂电池是 日本人垄断了全球95%左右的市场 当时锂电池是门槛很高的行业 第一个发明制造它的都是日本人 一条生产线就是一两亿美元 全世界都觉得锂离子电池就是这么做的 而一间配备全自动化设备全干燥的锂电池工作室需要几十亿人民币 甚至早年的涅阁电池生产线也丝毫的不便宜 一条需要几千万元的投入 如果按照这样的投入规模算下来 比亚迪要达到今天的电池生产制造规模 至少需要一百多亿元的投资 而当时比亚迪一年的总收入不过几千万 但实际上我们中国这么做就死定了 一亿美元对我们来说想都不要想 出于对自己技术背景的自信 他至今仍对自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身份颇为在意 王川福采取了当时大部分制造业都会做的事 自己研发构建生产设备 并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便宜的优势 把能够由人手完成的工作全部分解出来给工人操作 而流程分解可能细致到由一个人专门套螺丝 下面一道工序由另外一个工人专门拧螺丝 折算一下 一套进口设备二十万美元 按六十个月折旧 一个月两万多元人民币 如果这笔钱用来雇佣工人 现在一线生产工人平均月工资在一千五百块左右 十年前不到八百元 两万元足以请十几个工人 这样算下来 一条日产四千个涅格电池的生产线只需要一百多万元人民币 当然 这些工人的手工再细致操作也有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确 这个时候 比亚迪的研发团队就会发明一种专门的家具 来做固定减少其中的无差 王传福把这些家具视为比亚迪制造的核心之一 并提供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来表达他对家具的重视 劳动力加家具等于自动化 研发中心有六十多位科学家专注于这些家具的设计和改进 而比亚迪年营业额的百分之二投入研发 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投入新产品研发 余下的三分之二全部投入工艺改造 而每一种原材料 每一个工艺是否有其他替代品 也是比亚迪的工程师们每天最重要的课题 一项不起眼的变化可能导致成本的大幅缩减 比如 涅格电池需要大量使用防腐蚀的涅片 而当时涅的价格高达每吨十四万元 而用杜涅片成本可以降至每吨一万元 为了不影响品质 比亚迪特地改造电池溶液的化学成分 使杜涅片也可以长期安全使用 比亚迪几乎对构成成本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盘算过 相比而言 欧美企业虽然投入大量资金做研发 他们研发的方向多为新产品 日系企业比如丰田 也在工艺流程改进上耗费大量心血 但是 只有王传福把如此多的研发资金和人力都投入流程改革和一些替代性产品的研发使用 以求最大幅度的降低成本 进入锂电池生产领域后 王传福采用同样的手法 把大批的涅电池生产设备搬到锂电池生产线上 不能兼容的就重新设计 暂时设计不出的就用人工和家具来做 比如要裁剪一块很大的极片 买不起日本的分切机时 就用中国的材质机配上一块长宽相等的挡板作为家具 保证减材尺寸 等条件好一点了就用减板机 再好一点就用自动分切机 再比如 一台日本进口的徒步机要将近20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则自己研制 第一代产品要分两道工序涂完双面 第二代就可以同时涂两面 到了第三代已经可以控制涂刷的具体位置 第一次来比亚迪参观的摩托罗拉 诺基亚都曾担心人工操作带来的变量 但事实是 之前曾发生过几起笔记本电脑电池爆炸事件 三阳和索尼都曾大规模召回其电池 我们是唯一一家从来没有召回过产品的电池制造商 王传福很骄傲的宣称 而且这种半自动半人工的生产线让他们更加具有灵活性 当客户提出更换产品或增加订单时 比亚迪可以自行调配生产线 无需依赖外援 以讨1000万只电池的生产设备 他们三个月内就能做好 而一家日本企业从引进自动化设备到调试完毕 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这种模式在比亚迪涉足电子产业时成为其核心 也成为以后比亚迪涉足汽车制造的核心生产模式 比亚迪CFO吴京生估算过 一家典型日本电池公司每年的资本开支是比亚迪的5倍 甚至可能是10倍 而比亚迪的生产方式是锂电池成本从日系厂商的4.9美元 骤降为1.3美元 2000年 摩托罗拉就把比亚迪纳入了自己的供应体系 2002年 比亚迪已经是市场上仅次于三大日本厂商的第四大电池制造商 是中国最大的电池制造商 如今 比亚迪的锂电池已经占到全球60%的份额 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电池生产商 占市场30%的份额 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可充电电池第二大生产商 而日本锂电池的全球市场份额持续下滑 从原来的95%跌至50%以下 制造业基因 对电池制造工艺的改进 其实只是王传福身上制造业基因的最初体现 我们至今无法把王传福和比亚迪分开 更加无法想象一个离开王传福的比亚迪 因为王传福把他的这一基因渗透在比亚迪的每一个细节 首先在管理上他绝对是一把抓 由他一个人决策 其他人执行就可以 在比亚迪电子还没有分拆出来之前 比亚迪已经有近30个事业部 10字头以内的事业部和手机业务相关 每一个重要的零部件都成立了单独的事业部 其余的就都是和汽车相关的业务部门 重大到发动机 模具 底盘都囊括在内 但无论多少事业部 总经理只有一个 王传福 他们直接向王传福汇报 每一个季度王传福都要对他们进行非常严肃的业绩考核 王传福一直信奉一种管理原则 在市场管理上 我们特别强调信息流 要努力做到单纯 最简单的就是市场和研发在我个人身上合而为一 民主是最没效率的做事方式 在比亚迪公司 没有人可以对王传福说不 在向汽车领域迈进时 除了香港的投资者一度表示了不满之外 公司里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而事实上 所有的高管知道这一消息是王传福已经做了决策 大家只是习惯性的被告知 有这么一件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怎么是实现而已 相比而言 比亚迪上市时做出的向手机产业扩张 把产品线从手机电池延伸到包括手机外壳 LED显示屏在内的手机零部件的决策 就显得更加的理所当然了 毕竟 手机行业是大客户导向 前五大手机厂商占据整个行业出货量的70%以上 光是诺基亚就占据市场的40%左右 抓住了诺基亚等几个大客户 只有产品质量有保障 反应速度敏捷 加上比亚迪几乎无可匹敌的性价比优势 要把手机零部件做起来还是没有太大悬念的 其次 这种基因还体现在王传福和比亚迪对待研发人员的态度上 当然 还有他们对待汽车的态度上 在王传福看来 中国人工便宜不仅仅是一线工人便宜 而供应充足 研发人员也是 比亚迪每年招募数千名毕业生加盟 把研发中心从上海迁回深圳平山后 建立一个有一万名汽车研发人员的技术中心 六角大楼 比著名的五角大楼还多一个棱角 多一层戒心 未来还会发展到三万名工程师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研发人员像制造一样的用人海来做研发 因为比亚迪深知造车首先需要造人 因为王传福希望复制自己的成功模式 除了产品研发之外 把大量人力投入流水线研发 而一切都由自己造 由自己来控制 对王传福来说 汽车制造业也是制造业 发明汽车的并非老福特 但大家都记住了老福特和他的技行车 丰田之所以是另一个里程碑 就是在于丰田真正降低了汽车的成本 2007年8月9日 当王传福向业界展示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第二款车F6 并首次开放刚刚落成的深圳平山汽车产业基地时 人们再次对他的做法目瞪口呆 这是一片移平了30多个山头填平120多个鱼塘 挖出750万立方黄土面积达112万平方米的基地 里面建有自有发电厂和56座生产厂房 在焊接涂装总装等几大工艺生产上 总共有2000多项设备是比亚迪自己研发制造的 其中一些即使是汽车产业的专家也未曾见过 虽然一些厂房的屋顶还没有建好 但在冲压焊接线上已经看到了排列整齐的工人 就是在那一天 王传福第一次对内对外宣布 要在2015年做到全国第一 2025年做到世界第一 这意味着比亚迪要在2015年实现每年生产150万辆汽车 其中有120万辆是电动汽车 这也意味着比亚迪未来每年都必须达到50%的高成长 考虑到比亚迪这种从原材料供应到生产设备开发 都完全自给自足是生产方式 7000个研发人员或许还太少了 业界人士或许认为这种做法 似乎不符合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 也不像一家在香港上市 在深圳上海印度罗马尼亚全球设厂的大企业的手笔 但自己动手造产品 造设备 造工厂 不仅仅是比亚迪的成功经验 而且这次比亚迪似乎也没有选择 在王船福的电动汽车之前 世界范围内有两种节能减排的技术拍别 以丰田为主导的混合动力技术 和以宝马倡导的氢燃料技术 眼下只有丰田的混合动力技术取得了市场的突破 丰田的混合动力车 普瑞斯 销量也超过百万辆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些环保人士的小众选择 但纯电动车还没有人造出来过 按照王船福对电动车的认识 比亚迪造车也许是没有自动变速器 大排量发动机之类的负担 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空白领域 内燃机时代的配套几乎都不可用 车载空调 转向 真空助力都要变成电动的 发动机附带的一切功能也许都用不上了 比亚迪要面对的不只是做一个动力系统 而是整个系统的转换 而这些配套生产商都找不到 每一个产业细节都无从参考 没有供应商也没有产业链 只有我们自己开发 王船福说 因此除了压力机是买的以外 所有的设备 焊接线 涂装线 焊接总装 甚至人才都是自己造的 比亚迪一年招募几千名毕业生 是因为明白造车需要先造人 先把专业人才给造出来 然后把设备造出来 再把产品也顺便造出来 王船福说 比亚迪的F3双模电动车的所有生产设备 都是比亚迪自己设计制造的 据说这些设备比日系厂商的先进二至三年 因为传统的电池企业要生产动力电池 就必须把这些设备厂商都集聚起来商量 等设备商明白需求并研究出来新的设备以后 工厂再进行采购生产 整个周期至少要二至三年时间 其实 这种整个产业链空白的状况 在比亚迪早年电池时代已经出现 当时虽有日系制造商 但比亚迪的电池制造设备和流程 就是在无法得到任何关于日系制造商的资料下 自行拆卸实验研发出来的 王船福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当年的电池做成现在的汽车 在王看来电池比汽车更难 因为一个电池的几十种设计有无数种变化 而手机作为消费品更是在时刻变化中 这两样它都成功了 同样的方法论它应该不会失败 比亚迪的汽车制造工厂和测试平台都是自己制造的 比亚迪甚至还建有自己的汽车模具厂 比亚迪的成功带来的最大争议也许是他们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做法 不只是对中国制造 对全球制造商而言 考费都是最便捷的方式 但考费需要技巧 还需要智慧 一项简单的考贝 到底是对前人成就的致敬 还是对前人劳动的偷窃 考贝是模仿还是抄袭 模仿与抄袭之间 怎么去把握那条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妙分界限 2003年1月23日 王传福通过旗下香港上市公司比亚迪股份 动用2.54亿港元 收购西安泰川汽车77%的股份 正式进军汽车业 经过这一年多的磨合 它逐渐形成了一套思路 大量采用非专利技术 迅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一种新产品的开发 实际上60%来自文献 30%来自样品 另外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 因此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5%左右 曾经有人把F3系称为比亚迪花冠 甚至在购买了比亚迪F3后 把比亚迪的标志撤下来 换上了丰田花冠的标志 二者不仅在外形上惊人的相似 更重要的一个线索是 比亚迪F3的汽车零部件甚至都能和丰田花冠通用 但王川福却坚称比亚迪F3绝对不会惹上知识产权的官司 因为知识产权要尊重但可以回避 譬如说汽车的外观专利有5副照片 前面后面侧面正上方和斜上方 如果和这5个都很相似 你就可能遭遇侵权官司 但只要其中有一副照片风格完全不一样 其余的完全一样也不侵权 事实上 比亚迪把其中设计的专利全部改完了 一条条的改 因此F3不仅没有任何专利问题 这辆车本身甚至还申请了33个专利 在F3上市的2006年 比亚迪一共申请了1200个专利 在全国专利排名上名列第七位 从F3与花冠的形式 到F6的加美雅阁混合体 再到FO与丰田Ergo的神式 比亚迪每一款车都会选取一个 他认为最好的竞争对手的平台 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无专利的拷贝 有专利的改进 他们拷贝的对象是日系车 因为日本人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话说 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位汽车业的资深高层这样评论说 在大量使用逆向测绘技术进行拷贝的情况下 单车研发成本确实可以降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 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 企业也必须考虑清楚 另一位资深行业观察者提醒说 拷贝看来的确是一条可仿效前人的捷径 但拷贝者要有智慧 在王传福看来 大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要拷贝的是什么 日系车是专业拷贝的典范 这种拷贝更重要的是研究内部的性能 弄清楚为什么这样设计 把设计的理念和内在关系弄明白 王传福希望通过自己的分解模式 真正掌握一个成熟的开发平台 而在这个平台上将可以覆盖众多车型 从电池时代以来 比亚迪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王传福认为 比亚迪完全不缺研发设计能力 只是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而已 按照他的说法 他们在电池方面很多研发都是领先的 例如他们加入磷酸铁的添加剂 在全球都申请了专利 而关于电动车 比亚迪申请了一整套专利 关于F3双模就申请了650个专利 从电池到传动系统 专利细节甚至包括充电器的插口等 而在手机零部件领域 摩托罗拉 诺基亚等大部分手机的外观设计 都离不开比亚迪的作用 尽管如此 王传福希望比亚迪的创新 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 而不仅仅是细节上的 正如他所研究的日系模仿者 要彻底掌握人家的方法论 而不是一直在后面一步一驱 王传福一直说的一句话是 走别人的路再和别人竞争 是没法竞争的 和别人一模一样的打法 你凭什么打赢 他期望的比亚迪电动车 就是汽车行业这种颠覆式创新 终极神话 电动车时代或将到来 汽车国际权威 藤本龙宏也在他的著作 《能力构筑竞争》中强调 将来改变世界汽车产业格局的 将是一种彻底改变 目前内燃机系统驱动的能源或者技术 比如电动车 《华尔街日报》称 英特尔前董事长安德鲁格鲁夫 建议英特尔生产电动汽车用电池 抓住汽车制造产业 转向电动汽车的机遇 目前英特尔已经通过旗下投资机构 对与电池相关的公司进行投资 而谷歌也于今年夏天 向一家新进崛起的电动汽车厂商 和一家致力于电动车用 锂电池技术的公司 投资了2750万美元 推进其产品上市时间 虽然难以置信 没有人敢断定比亚迪的电动汽车 就是没有可能的 事实上 比亚迪之前的发展证明 亡还是相当有辨别力的 而回顾历史 任何一个超级企业巨头的形成 无不是建立在彻底的超越传统 颠覆过去的基础之上的 亡从电池切入汽车 不排除他杀出一条独特的创新之路的可能性 但到现在为止 包括汽车业 新能源业 电池业 都还没有人站出来正面反驳 比亚迪电动车的这种颠覆式创新的可能性 最多是在某些细节上加一点评 一家领先的外国汽车制造商的中国业务负责人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 他们在异想 舒适度 燃料 经济性 加速及驾驶平稳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 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 该负责人曾驾驶过比亚迪汽车 但要求匿名 另一位新能源公司高管对比亚迪宣称 拥有的革命性的电池技术持保守态度 汽车充电电池要同时解决最大里程 充电源材料成本安全性和回收性六个问题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定律 这也是为什么燃料电池汽车最近成为国际新能源汽车的主流的原因 就算比亚迪现在有一些暂时领先 本质上只是一些实用技术排列组合上的变化而已 不大可能是什么根本性的技术突破 一方面是技术瓶颈 另一方面是政策的大蛋糕 国家发改委曾要求 到2010年 中国电动汽车占汽车保有量的5%至10% 2030年达一半以上 电动车也是整个国家863计划中投资最大的一项 2008年 科技部财政部宣布实乘千辆新能源车推广计划 计划选择10个以上大中型城市 连续三年开展千辆混合动力汽车 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以及能源供应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示范 到2010年 在道路运行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将达到1万辆 为确保这一项目的顺利开展 国家还将对购买使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单位 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同时 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示范运行 推广应用研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如果说几年前 王传福突发奇想收购了秦川汽车进入汽车领域时 他对汽车的理解和把握还不能像他所熟知的电池那样精准 汽车这个行业对他而言就像他的下半生一样 陌生 充满变数和难以把握的话 那么到今天 对于王传福而言 造车已经不是个问题 造什么车也是很显而易见的事 今天他主要考虑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去做 是借鉴今天全球汽车业协同工作的格局和大家一起开发这块全新的领域 还是像老福特当年一样 一个人装出一整辆汽车 虽然王传福现在还是希望从人才设备到产品都能够自给自足 但包括中美能源公司和很多行业观察者都认为 如果比亚迪拥有一流的电池技术不一定需要另起炉灶 尤其在这个全球汽车业已经明显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 如果能够做汽车业的英特尔 为什么要去做汽车业的联想 一位知名战略研究学者这样问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商人 王传福在面对市场时头脑格外清晰 在决定进入汽车业时 王传福只考虑了两点 一是技术一是竞争对手的状况 他当时觉得技术可以突破 而国内的竞争对手在他看来大都是基础不好 机制落后的国有企业 同时他也明白中国市场需要廉价汽车 在电动车的概念出来后 王传福便一直宣传电动车作为出租车的便利性 尤其在一次充电就能行驶100公里的新车面试之后 他清楚的知道 要大众突然间接受一个新事物 也许比以环保等社会性理由 要求政府接受这种新事物要困难得多 2008年底 如愿通过国家工信部的新能源生产资质专家组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资质审核后 比亚迪双模电动车F3DM也顺利进入国家产品目录 允许在国内14个城市销售 2008年12月15日 广受关注的比亚迪首款双模电动车F3DM在深圳正式上市 售价14.98万元 作为全球首款不依赖专业充电站的电动汽车 F3DM可通过普通家用插座充电 充满一次电可行驶100公里 在发布会上 意气风发的王传福宣称 除了技术上的领先 比亚迪更领先的是成本控制能力 领先达10年以上